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中国西南地区的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多于6万人 而且有可能超过8万 温家宝今天在四川省应秀镇会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时宣布了最新的死亡人数 应秀镇距离5月12号的那场大地震的震中大约60公里 潘基文目前正在四川的灾区访问 中国官员现前说地震夺去了55000多人的生命 还有将近两万两千人下落不明 中国媒体星期五报道说 联合国已经把承诺捐助的紧急救灾资金增加到了800万美元 用于帮助地震灾民 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说 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现在已经成为世界舞台的动力 不能再被忽视 这位克里姆林公领导人星期六对北京大学的学生说 没有俄罗斯的和中国的参与 国际社会不能再做出重大的决定 他说俄罗斯将继续推动发展同中国更紧密的关系 即使这可能令其他的国家感到不安 梅德维杰夫是在对中国第二天访问的时候说这番话的 星期六上午 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进现了花圈 他还会见了中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 并且强调中俄两国议会间加强合作的必要性 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将在英国城市诺丁汉开始为期五天的与公众会谈的活动 达赖喇嘛说这次大会的侧重点是阐述佛教徒的精神价值观 并且帮助教导人们如何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达赖喇嘛说这些会谈可以帮助每一个人 包括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以及无神论者 他还计划谈论环境问题 达赖喇嘛星期五抵达诺丁汉 在这之前他在伦敦的兰伯特宫会部了英国首相格登布朗 布朗首相保证为促进中国与西藏人民之间的和解而努力 中国今天批评了布朗和达赖喇嘛的会谈 认为英国在干预中国的内政 由于国际市场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高涨 印尼在一夜之间把燃油的价格增加了将近30% 总统苏西洛油多约诺本月早些时候宣布将削减政府对燃油的补贴 随后引发了学生议员以及其他组织的抗议 抗议者说价格上涨会使印尼穷人的日子更加难过 政府说从石油补贴中上下来的钱将用在资助全国性的福利计划 这项计划每个月都将向1900万印尼贫困家庭发放现金 经济学者说政府别无选择 只能够采取不得人心的步骤 减少燃油的补贴 非洲方面 金巴布韦反对派领导人瓷万吉拉伊 已经返回了金巴布韦 准备为6月27号的总统绝选展开竞选 他的对手是现任总统穆加贝 此万吉拉伊从南非乘坐预定航班 于星期六上午抵达首都哈拉雷的机场 然后由三辆车队护送离去 这位争取民主变革运动的领导人 原来计划一个星期之前回国 但是因为担心有暗杀企图而推迟了回国 金巴布韦的政府和执政党非洲执政联盟爱国阵线 否认企图暗杀此万吉拉伊 此万吉拉伊自从3月29号第一轮选举之后不久 一直在海外 官方的投票结果显示 此万吉拉伊领先于穆加贝 但是没有赢得避免决选所必须的多数票 星期三穆加贝指责说 有争议的三月份的选举以来 席卷金巴布韦的暴力浪潮 是争取民主变革运动的制造的 最后美国国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 为提及1968年总统候选人 罗伯特·肯尼迪遇刺事件而进行道歉 克林顿参议员引用这一事件 为他继续竞选总统的决定 做出辩解 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 克林顿星期五对记者说 他无意冒犯肯尼迪家族 他说他当时是试图表示 1968年的时候 六月肯尼迪遇刺的时候 候选人们仍然在竞选 克林顿星期五在南达科塔州竞选的时候 做出了这一番表述 他当时说民主党过去的党内提名竞争 经常延续到六月份 就像肯尼迪那一次一样 因此他不理解 为什么现在有人要他退出选战 克林顿的党内对手 巴拉克·奥巴马参议员的一名发言人说 这一番评论很不幸 与此同时 预计将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 约翰·麦凯恩参议员 公布了他的医疗记录 缓解外界对他健康状况的担心 医生说 麦凯恩的健康状况非常良好 以上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每个星期六晚上九点钟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保健原地 节目 今天保健原地的专家话题是 饮酒与健康 演播现场邀请的专家是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美国国家酒精滥用和酒精 依赖研究所的国庆彬博士 在节目进行当中 欢迎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直播电话 向专家提出问题 或者是发表自己的观点 参加节目的方法是这样的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 请您先拨10810 或者拨108710 再拨8668375161